LineP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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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立南朝春节撇张汉 独自过 结婚还早失业为重 年纪可人 歌迹破功 娱乐圈男神爱走掉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 身高不够 身形不瘦怎么办 用心障眼法神突破 好 回来到 好 超给力不厉害的点心面 端广名播出的娱乐乐翻天 我是小玉京一辰 大家好 我是谷小 接下来赶快微信 要要拿奖品了 首先送出的就是 《功夫神猫3》的 全国电影通队卷 那个阿宝的爸爸会有出现 到底是谁呢 赶上去电影当中去寻找 另外呢 还有西游戏之 《送空三打白骨精》 这部电影当中呢 有几个大牌 像龚立啊 郭富城啊 还有这个小婶 一定好看 我也送给大家这个电影票 希望能不能摇起来咯 是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就是大年初一要上映的 《美人鱼》这部电影的 全国通队卷 这部电影呢 是有新爷指导的 而且其中主演非常多有 邓超 张雨琪 罗志祥等等 想要拿到这张电影的 全国通队卷 很简单 只要说出您对周星驰的 最深印象就可以了 是的 接下来的时间 来看看明星嘛 我觉得也准备好了 干嘛呢 过年咯 看一下 明星春节怎么过 真子丹首次参加央视春晚 距离红年央视春晚 还有四天的时间 各路明星参加春晚的消息 也是层出不穷 在定卧骨藏龙 七名宝剑的首映式上 主演真子丹就透露 今年将首次参加 央视春晚的节目 而前两年曾婉拒 冯岛利妖的真子丹 这次却主动参与春晚演出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前几年一直 春晚都有邀请 但是前几年都是 因为已经有 其他的工作在身 今年我太太跟小孩 都会在香港过 他们刚好有时间 真子丹除了为电影 卧骨藏龙造势外 他的另外一部影片 叶问三也在美国 紧锣密鼓地进行宣传 连续两部电影来回驻镇 让他几乎没有时间 进行春晚彩排 而在前两天回国后 加紧彩排 才跟上了节奏 制作主非常照顾我 然后花了一些视频给我看 然后我一下飞机 时差都没倒过来 就马上就去北京 跟大家彩排 跟一帮小孩练武术 一起彩排还好 还出来的效果 我还跟得上 明星春节怎么过 那扎撇张汉春节独自过 三年贺岁剧青秋湖传说 昨天在北京举行开播启动仪式 主演那扎 张凯彤 小彩奇等携手亮相 迎近春节 田女们都为去谁家过节而发愁 那去年下半年刚刚确定关系的那扎和张汉 你们第一个春节是怎么计划的呢 张汉与那扎各自在剧组工作中过春节 倒也是省了不少情 不过过年期间逃不过长辈们的各式退婚 而且张汉也已经三十有二楼 那他什么时候给人家一个交代呀 那反天综合报道 春节就应该回家过年 和父母亲在一起吃着饺子 看着春晚 那才有春的气息你知道吗 股主播都开心 给大家报告料 股主播明天就可以提前回家了 而江汉与他呢 我就比较悲哀了 我要占到最后一班稿 而且你知道吗 我到现在这个票还没搞定 真不知道今年怎么回家呢 你刚说的票还没有买 是啊 那你要怎么回去 我有想一个很不错的办法 因为我可以骑个自行车骑到家里 这样也是比较特殊的办法 你真的确定吗 我真的 开个玩笑了 那个不太安全 而且往年不都有一些什么 骑摩托车回家的大军吗 但是我真的觉得骑摩托车 是有一定危险的 你看最近剧组拍戏 两个男神都受伤了 都是一个摩托车 一个是陈伟帝 一个是张艺兴 而且在同一个剧组 所以我就觉得说 大家回家过年 求的就是一个团圆 所以在回家的路上 一定要注意安全 当然男神开戏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 身体最重要咯 这说的太对了 既然说的男神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一些男神 听说也出现状况 因为他们唱歌 走开咯 上天往往很是公平 在给予你不同产人的颜值时 往往会剥夺你一部分的天赋 如今的男神们 虽然看着是往全能方向发展 但大多数还是靠着外在比较多 演技好一点固然可喜 实在不成也只能耍帅 而说到他们的隔绩嘛 只要能不走调 那就谢天谢地咯 对于火花社的社长 网瘾中年刘烨 可谓是十八样舞 一样养精通 按说这唱歌 应该是不在话下 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 立即一开口 听众才发现 合着社长一句 都没在调上呢 瞧着刘烨这一脸 耿直的跑调 小编只想说 社长大人您辛苦了 随着歌唱真音秀 节目的大热 听众们的耳朵 早已变了挑剔 什么修音 后期的专业用词 也是各种门听 对于唱功不大稳定的歌手 修音有时候是更好的选择 却步男神李一峰 就吃了没修音的亏 在演唱周董的 《陈明座简单案》时 李一峰排风解义 帅气依然 然而要知道 周董的歌 从来都是听起来简单 唱起来难 结果李一峰 不仅全程音准丢失 更是出现了破音的情况 想要不跑掉 选歌很重要 如果一不小心 选了一首 自己完全不能驾驭的歌曲 那么出球的几率 绝对是倍增的 虽说邓超演唱过 不少电视剧主题曲 虽说他的唱功 在男演员当中 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 但是当他碰上一首 高难度的《山路十八弯》 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来来来 咱们马上就来 还原还原超歌的原声 我离开这个舞台了 再见 永别了 这里的山歌 求求你好好演戏 别再唱歌 祸害群众了 说到高难度歌曲《青藏高原》 绝对是比《山路十八弯》 更丧心病狂的存在 强如韩红这样的实力唱将 也得看状态来挑战 然而陈坤却好像不信这个鞋 憋着一口气 要来挑战 果不其然 歌手出身的坤哥 在歌曲的开始部分毫无压力 然而到了结尾 高音部分 越想秀高音 就越可能在高音上 再跟头 坤哥 坤哥 咱下次能挑手难度低一点的歌吗 原本唱歌出状况 大多数还都在情力之中 但接下来 这位的黑历史 就让人大低眼镜了 好称华语乐坛半壁江山的王峰老师 舞台的风格从来都是激情四射 摇滚不羁 但有时候激情过头 外加没修音 那真是各种破功啊 你会顶到我 咱们未来的后患 也许没多的囚章 会撤随我的脚步 可我相信未来会给我一双 梦想的翅膀 你虽然是他的孤独 一样从你难上 可我先希望你就在远方 首先我们必须肯定一下 汪老师的争唱精神 但小编我还是忍不住吐槽一句 汪老师你出门时 把音准扔加厉了吗 其实嘛 不管是专业唱家 还是业余歌手 上了台 就应该奉献出最好的表现来 再次小编还是要提醒提醒诸位男神 既然要全面发展 那不妨多练练唱功 走调破音什么呢 还是少出现来的好呀 乐凡天综合报道 说到唱歌走调 我们怎么能忘了我身边这位 想当年号称我们东南的走音天后啊 来到来到 我跟你讲 我现在完全不走调好不好 这称号完全不适合我 那你不走调 你的歌词确定是来得够嘛 就差不多吧 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玩那个唱歌 我主要玩另外 你没发现我这个动作 动作 是挺优美的 有没有有没有 但为什么会说到这个冰雪奇缘这个主题歌呢 因为我今天有看到那个张博之参加某节目的时候 那个造型 她是滑着汉冰 然后穿着冰雪奇缘的衣服 瞬间觉得哇美爆了 这女人就这样子 你家像公主一样的活着 但后来我就觉得算了 因为那个衣服好像很显身材 所以我真的是不太敢尝试 还有这鼓励的很有关心 其实身材不好没有关系 你知道吗 现在很多娱乐圈的女明星 他们有障眼法 障眼法 尽管如今的娱乐圈 依然步入了实力为王 个性最大的时代 但对于天天活在聚光灯下的各位明星艺人来说 漂亮脸蛋和完美身材 依然是保持竞争力的必备法马 脸心变圆身材走样 这其中的痛楚 想必女明星们是最清楚的了 表想当年 阿妹张慧妹那也是华语歌坛标志性的辣妹一名 不过这几年下来 除了攒了惊人的人气 阿妹也养了一身的标 瞧瞧这一张张福气麻烦的照片 小编只想说 在阿妹的身上 虽然哪里是杀猪刀 简直就是猪肉条 不过最近张慧妹却瘦下来了 赶紧来看一下 哎呦 这双筷子腿难道不是爽妹子的吗 怎么跑到阿妹身上了 其实阿妹并没有瘦 只不过穿了条阴影丝袜 瞬间就找回美头 隔壇大姐大 瘦腿靠丝袜 张慧妹这一瘦腿大招 不仅开创了明星障眼法的新高度 更让阴影丝袜瞬间成为了某宝爆款 不过相比张慧妹的丝袜瘦大腿 咱王牌主播萨贝宁画出来的六块腹肌 才叫人忍训不禁呢 在某期了不起的挑战中 萨贝宁为了向游泳教练展现自己的潜力 乐视在自己的肚子上画上了六块腹肌 看不下去的小伙伴们 连成小赞同学是彻头彻尾的行机男孩 您看我们就一眼看 谁的潜力最好 对 肯定是 好帅 这刚才就画了 这啥呀 心机太重啊 这画上的 拿拿拿我给你擦一下 这是什么 我给你擦一下 快点 擦掉 再留五分钟 再留五分钟 下水就没了 再给你五分钟 我说小赞 小编给你五个月 咱练个真的出来好不好 没听过人云线 还怕水的呀 不过要是让小赞 在六块肌和身高中选择的话 想必赛主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再高个15公分吧 因为身高对于男明星来说 才是真正的致命硬伤 就连身高178的陆寒同学 都会选踮脚的方式 网上穿个五厘米呢 好 是谁让他打破了不能增高的命运 是谁拯救了他 让他冲造了奇迹 中话说得好 身高不够 踮脚来凑 就算这一次次被记者粉丝抓个现行 陆寒却依然不改 踮脚狂目的本色 更大大方方地和记者论了一通 拍照踮脚的必要性 假如说你在人群中拍照 你身高要是不够啊 我觉得踮踮脚也就可以了 要不然拍不着你全脸嘛 对吧 反正我身高就长到这儿了 也不会再讲了 我觉得踮着脚还是有优势的 我觉得 虽然面对调侃 陆寒镇定自若 不过要说男性增高的秘诀 陆寒还真的得向咱们的黄教主 好好讨教一般 作为娱乐圈的未解之谜 黄教主的真实身高 一直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而那双曾经轰动一时的汗血宝靴 到底是不是黄教主的增高力气 也同让教人长得合去 不唯一不变的就是黄晓明 坚持179的标准身高 这个叫 小明晋身高应该是1米79 1米78 我们俩比一下就可以了 我们说 我晋身高是1米77 可以让老师我穿增高鞋 就是两只脚踩的第一身 哎呀这个肉高 我真的挺好 是吧 我去挂着脚踉的 只是这个主持人 是不是1米77小编 真的没法求证 不过既然黄教主爱对比 小编也来帮帮你 去年黄大教主大婚时 兄弟团集体亮相 可谓是身世浩大 不过小编认真看下 这兄弟团的合影 号称身高179的黄教主 和右边身高172的黄博 好像一样高哦 而左边身高比黄教主 高出一厘米的同道围 却比黄教主身高高出了半个头 小编赛啊 这一定是角度问题 对吧黄教主 如果说前面几位明星的 障眼法略显深意的话 那范爷的遮丑大招 绝对是明星障眼法的 最佳示范 作为一些女星 无可真意的颜值担当 范明明精致的面庞 自然不用多说 只是自称 微胖才是美的范爷 那一个走形的巨臀 实在是叫人不冷的事 通过短裙紧身裤 封杀令 纵使脱着长裙出场的范爷 还是能够轻轻松松 遮挡身材的不足 瞬间掉下各大红毯 可因为自己这一身材上的不足 误打误撞将大黑牛吊上了钩 还是因为我要把 在戏里是要把他抬起来 往前走 然后他的那个 等于就是头要甩到我背后 等于这个 屁股在这 屁股要在这个背后 头在这 头晕倒 他晕倒 就把他抬起来 啊 哐一下起来了 正好因为这个地方 正好对着镜头嘛 对着机器 屁股对着镜头 往边上挪点 屁股太大了 这个镜头 这个好歹 你听说一线 你看你知道 这什么情况 我就在想啊 好啊 屁股大反正好生养 应该不错啊 嘴上说是不错 但大黑牛 拿自己的女朋友的 不足开拽 也是毫不手软 去年11月 李晨就曾在微博 上传了几张 范冰冰参加活动的照片 官方照理范爷都是美美的 可李晨偏要将 自己拍的照片 传到网上 从大黑牛的角度看过去 范爷团纳的缺点 一来无一样 记得范爷转完微博 并付严 机票不贵 你等着 我说李晨 你这么调皮 真的不怕范爷 一屁股坐惨你 小片屏 您经验好战眼法 粉丝也难变身下 乐凡天综合报道 松丹丹变身大姐大 要帮志玲找对象 二十多岁了 还没有男朋友 别走开 下节更激开 你能不能真正好好去给我找个对象 能不能把你的标准给我降一降 不要再一个年回家 你知道你爸妈多担心你也有事情 用说这个事情 我以为你主持我回去的时候 要把家里的房门关好 火都要关掉 这件事情听得我是压力蛮大的 但我真的很感谢你作为大姐大 这个知心这样跟我说 但你这样说的时候 让我想到娱乐圈里面 好像有怎么一个人 还有人过一样谁 她也是知心大姐大 三三姐 近日花样姐姐第二季 在上海启动 林志玲 宋丹丹 王林 金晨 讲言 组成的姐妹团 即将开启一段南美洲之行 作为这支五人姐姐团的大姐大 宋丹丹轻松表示 只要自己在 欢乐一定也同在 我小时候记得有一次春游 大概小时二三年级 我们班也的同学就说 哎呀 宋丹丹去不去啊 宋丹丹不去 我们都不去了 这很意思 我好像从那个时候就肩负起 只要有我的环境 我就应该让大家开心 宋丹丹这团队开心过 是否称职 想必最有发言权的 就是雪姨黄林了 作为十几年的好姐妹 丹丹姐可是多次下雪本 逗雪姨开心啊 因为我跟丹丹姐 在十几年前 一起合作过 那我在去读的时候 有的时候心情不好 她就把我叫过来 她叫她 怎么啦 心情不好 她就演小饼 她就演小饼 然后我一点含了以后 突然间有一天 她悟过来了 她跟我说 我在外表演小饼 一个一场也是一场呢 我跟你演 都会演小饼啊 你现在欠我多少钱 你知道吗 不仅如此 大展自己的搞笑功力 有责任心的宋丹丹 更是对于大美人 林志玲的找对象问题 十分上心 俨然一副终身大事 把我身上的使命感 我对志玲的印象 她就是画里面的人 真的 而且她已经 二十多岁了 我准备把她从画 从画里面摘下来 脚踩在地上 脱掉高跟鞋 然后让所有的男人 都不觉得她那么高 就可以平时 然后让她迅速找到 这个爱 欢迎来到玻璃海带点心面 娱乐显微镜的环节 这大问题呢 就有机会 拿到我们奖品咯 来看看 昨天问题的证据答案 就是陈赫 恭喜一下的朋友 除了获得好吃 好给力波拉海带点心面 提供的大礼包份之外呢 另外还有 额令亲笔亲密的专辑 送给你们 现在再来看一下 我们今天问题是什么 那就是穿着这条丝袜的人 是谁呢 只要答案朋友 可以登陆到 我们迷路的饭店的 官方微博 或是官方信任 回答问题 回答正确的话 就有机会 获得好吃 要给力波拉海带点心面 提供了大礼包一份 来还有 就是我们节目所要送给大家 罗志祥 听你签订的新专辑一张 是的 希望大家赶紧搜取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了 让明天同时见